母亲节就快到了 而夜空中也上演了温馨的天文传奇 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 在千万光年外的M51星系 有两个人本独立的星系 在强大的重力交互下 形成外形一大一小 被称作是母子星系 刚好五月份正式观察他们的最佳时机 民众在高山上光害少的地方 透过双筒望远镜就能够看见 银蓝色的窝状星系 跟一旁黄白色的星系 一大一小紧密相邻 过去天文学家就发现 这是最著名的母子星系编号M51 是在著名的春夏季节 可以看得到的北斗七星的南方 就是M51所位在的猎犬座 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 这个位在猎犬座的母子星系 是由两个原本独立的星系 在强大的重力交互作用之下所形成 距离地球大约3100万光年 预估数一年之后 两个星系将会碰撞合并 适逢这周母亲节 5月又正式M51母子星系的 最佳观测时机 民众有望欣赏到温馨的天上传奇 M51亮度相较于 其他的天空亮星来讲 是比较暗淡的 推荐还是要到高山上面 台北市立天文馆也进一步解析 夜空中的大熊座跟小熊座 在希腊神话当中 是一对星座母子 春夏之交最适合观赏 另外还有双鱼座 也是希腊神话当中的星座母子 秋冬季节就会出现 至于先后座跟仙女座 则是希腊神话当中的星座母女 厚恨星空中母子星系跟神话星座故事 也在五月母亲节成了讨论话题 这里属于干日地台北采访报道 通勤时间的长短跟健康也有关系吗 来看到的是重症科医师黄轩就分享了 国外多项研究有关通勤跟健康的关联 这是英国医学期刊刊登的一项研究 找来了19000多名受试者 每两年一次调查通勤还有上班时间 结果研究发现 比起每周通勤1到5小时 每周公时30到40小时 那么另外来看到另外一组 就是这个公时 比较多他们每周通勤的时间 大于5小时 那么每周的公时大于40小时 那么结果就显示了 有些这组人明显的就是 缺乏运动风险也变高了 睡眠也不足 所以当然健康会受到影响 搭乘大众运输上下班 已成为不少上班族日常 但若通勤时间太久或公时太长 可能导致肥胖等不良因子上升吗 医师黄轩分享一篇研究 找来19000多名受试者 耗费10年时间 以两年一次间隔调查 发现若以每周通勤1到5小时 每周公时30到40小时 作为对照组 每周通勤超过5小时 并且每周公时超过40小时的人 超重风险的风险比多了8% 另外以同样的对照组 和实验组进行比较 受试者缺乏运动风险 也是每周通勤超过5小时 加上公时超过40小时的 这一组比较高 增加24%风险比 这一项研究还探讨 包括睡眠不足 饮酒问题 都是通勤和公时较长的实验组 较有负面影响 研究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 但对于台湾民众 是否也适用 因为我们亚洲本来就是 跟那些西方国家比较起来 工作量是相当的大 那加上说最近年轻人而言 那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 其实偏离的越来越远 那只要说睡眠被剥夺 那你的运动因缘就会降低 自然就会累积越来越多不健康 接下来就肥胖 很多慢性病就会随之而来 黄轩医师分享 另一篇研究指出 当通勤距离超过三公里 民众会更倾向于 使用机动车辆通勤 而飞步行或骑自行车 这可能导致缺乏运动 和操纵问题 虽然研究结果显示 通勤距离与时间长短 对健康有影响 但个体状况因人而异 若长期因通勤睡眠不足或疲惫 可能要更加留意自身状况 接下台北最后报道 全台湾最早采收的 庭东恒春日荷包进入产季 首批一送往台北拍卖 大颗一级品拍出了 每公斤420元 相当于吃一颗要7块钱 甚至还有拍出了 每公斤700元的价格 果能说今年的灼果率佳 保持清晨产量 碰上了干旱 虽然果率不大 但是甜度更甚以往 而由于往年 都是在母亲节前夕上市 也被封为是 来自恒春的母亲节礼物 所以洛杉丰长大的 恒春日荷包 今年首批已经采收 现在先剥果肉Q弹多汁 还有特殊香气 另一特色是田中带着 一点酸 屏东恒春日荷包 造就全台最早采收 往年在母亲节前夕 还被封是恒春的母亲节礼物 日前拍卖大科一级品 拍的每公斤420元 平均吃一颗7块钱 碰上干旱少雨 果肉不大 但甜度更胜一望 说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玉荷包胶贵 产期短 警方甚至安排 糊弄房切勤勿 今年首波玉荷包抢士 已经有掏客 等不及尝鲜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道 共金持续扰台 而其中有一架彩虹四型无人机 从西北领空现中之后 朝东南方飞行 最后从西南方返回 顺时针绕台湾一圈 挑衅的意味相当浓厚 而国军都有密切的监控 中国加强扰台力道 无人机角色越来越吃重 国防部争获共金32架次 其中越过海峡中线 就有13架次 另外有四艘共舰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罕见的是出现彩虹四型无人机 从海峡中线北端飞入之后 顺时针方向绕台湾一圈 三规军用无人机 那现在加入这个彩虹 纯军用无人机 来熟悉台海的战场环境 让它增加无人机的 这个骚扰台湾的这个行动 就可以减轻这个 它正规机队的这个后行负担 共鸡挑衅意味浓厚 彩虹四型无人机 最远航程高达3500公里 搭载综合孔镜雷达 可执行长时间远距离的侦查任务 另外可携带345公斤重的弹药 加上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可进行多目标打击 堪称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攻击能力是很强的 特别是对地攻击 内部挂点大概能挂载100公斤左右 向外挂点能挂50公斤左右 这一共的话可以挂载 那个四枚导弹 让我们的这个国造的 等于无人机可以尽快的服役 要想应对中共越来越多 这种无人机的威胁的话 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 就是蓝防的监控的一个装备 对岸将无人机运用到战场上 美国参议员卢比欧提案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清查印太地区第一第二 跟第三岛链部署的 各行美国航空引体 并改进防御能力 以减轻中国飞弹 无人机跟其他形式空袭 造成的伤害 并救中国可能武力犯台做准备 台湾所面临到对岸的威胁 国际纷纷提出方法反制 记者先方浩宇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